早雨,4年1080万,送走安德森后火箭再赢20加9汉将,这早已做得完美作为NBA最为火热的球队之一,休斯顿火箭队自然受到了广大球迷的关注。 从由慢时期开始火箭队总经理莫雷的口门就被很多人所诟病,但在上个赛季火箭队打出联盟第一的战绩之后,莫雷也是拿下了NBA年度最佳总经理来证明自己,通过今年休赛期的几笔交易,莫雷再次让球迷见识到了最佳总经理的实力。 火箭先是顶先许约了球队的核心保罗,然后又以一份比较合理的合同成功,留下了内线不可或缺的大将贾佩拉。 紧接着,又从众多球队的手中成功敲下了风韵柔存的安东尼。 更让人不可思议的就是莫雷不但成功处理掉了安德森这份毒药合同,还换来了乃特和克里斯两位汉将,而这笔交易不但让火箭的实力变得更加强大,还让火箭拥有了更多的操作空间。 对于志在夺怪的火箭来说他们显然不会放弃任何补强球队的机会。 近日据休斯顿记事报报道,针对球队前锋较弱的问题,莫雷已经和步行者取得了联系。 据悉莫雷愿意拿出戈登加内内加斯伦选秀全来交易步行者的大前锋迈尔斯特纳,由于安东尼已经表态下个赛季愿意打替补,第六人戈登的位置就变得十分尴尬, 并且随着奈特和克里斯的到来,火箭的替补阵容已经非常拥挤。 火箭队的随队记者费根对于这比较意义是非常的看好,他认为特纳的到来可以完美地成为火箭队的首发大前锋。 作为2015年的新秀,特纳与步行者签订了一份四年1080美元的新秀合同,这几年在步行者他已完全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其中最让人惊喜的是他在季后赛面对拥有詹姆斯的骑士,是交出了一份二十分久篮版的杂卷,保罗加哈登加巧佩拉加塔克加特纳的首发阵容。 再加上安东尼、奈克、克里斯等优质替补,下个赛季的火箭不管是面对胡人还是勇士完全有实力去沾上阿满。 那么各位认为,下个赛季的火箭会取得怎样的成绩呢?